哈囉 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教大家如何用吸油度氣瓶打無內胎 然後讓骨胎液不會凝固 那我們首先第一個步驟就是把氣嘴頭打開 第二個步驟是把氣嘴頭移到三點鐘跟九點鐘的方向 第三個步驟是用吸油度氣瓶打氣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把這個外胎打110PSI的氣體 那接下來第四個部分我們要拿這個針筒 然後把它取出骨胎液 看看這些骨胎液有沒有靈部的狀況 那我們把氣嘴轉到六點鐘的方向 然後把它打開 跟着採用 接下來把針筒好放進去把它抽出來 這杯桶裡面還是有我們許多的普他液 代表這普他液是不會凝固的 接下來各位如果還有許多普他液跟吸油度氣體的問題 都可以到我們根本次去詢問喔